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远道而来 从中国过来 对 中国江苏过来 这次也是因为张宁的飞行学校而和您结缘 特别想请您来过来作为学员 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加拿大学飞行的经历和感受 非常荣幸 今天作为温哥华南里航校的一名普通学员 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飞行培训学习的经历 感到非常荣幸 我们说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中 我们从小就能听到这句话 说如果遇到一些困难 说比登天还难 可是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学飞行难吗 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人都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包括来温哥华之前 像我对学飞行做一个普通 我是做工程师的 做设计工程师 如果怎么参加飞行也是很多疑问 但经过一些网络的一些了解 包括学校的一些信息 包括一些我们飞行爱好飞行这些朋友圈 微信圈的介绍 而且来到这里以后 经过这短短两个多月的一些培训和学习 和这温哥华的生活 感到飞行一点都不难 真的吗 充满乐趣和挑战 不是比登天还难了 那在居体的学习 就是你这个学习 上期张宁也和我们分享了一下 就是分不同的牌照 你觉得是哪一个牌照 对我做一个普通学员 也是按照国际航空培训的惯例 按照加拿大交通部法规 我们首先必须从私人飞行执照开始学起 如果拿到了第一位私人飞行驾驶执照 然后才有条件 请再去升级培训商业飞行执照 还有更高级的航线 民用航空航线飞行执照 类似汽车驾驶执照 一级一级的升级 是这样子了 那在这么多的国家当中 您为什么会选择来加拿大学飞行 没有在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原来之前我们也做 也是要花考准备一定那样的时间 和精力来参与这个专业的学习 也作为一些咨询 我个人参考了国内的 航空培训学校的一些条件要求 同时也参考了我们美国 这个航空大国的一些飞行航校 结合加拿大 我们温哥华 南里的航校这些条件 进行精心的对比和分析 之后发现来温哥华 南里航空飞行学习 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实践也证明了如此吗 实践也证明了 在这里既收获到了严谨的学习 和真正的驾驶技能的学习 同时也学习了很好的 专业的飞行英语知识 同时也交流了 结合了学校的多国的 国际学生来飞行学院一起交流的这个同学的友情 同时也感受了温哥华美丽的风景和加拿大自然的文化 收获很多 收获很多 那就是对比了以后 你具体能不能描述一下 就对比是对比哪些信息决定最后选择来加拿大学飞行 OK 第一步对比是对比了加拿大对这个国际飞行 飞行学生生源 它的这个比较宽松灵活的政策 包括签证 包括体检 包括入学 政策非常的公平 非常的透明 同时第二还是也是很多我们国内的飞行爱好者关于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费用和时间的问题 这个从费用来讲 我们在这个兰里航校这个飞行的透明的这个专业的飞行体系下 我们的费用像米国内的平均的费用也要能节省 接近三分之二 同时飞行时间 因为按照我们这个加拿大交通部这个飞行学校的管理方法 它的飞行时间 它的课室都是一点都不缩水的 它的教学质量也是在某些教学内容上 比美国的航校还更严格 更科学 更专业 其他就是这边通过这个兰里航校我们前期的这些沟通 对学校的对我们国际生有的这个服务 包括教材 培训的课程 学习时间都做了灵活的安排 都做了特别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定制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来了以后也时间也振营 是非常满意的 是这样子 那我特别想问刚才你也提到了 包括加拿大的这个体检上也比较宽松一些 对对对 你比如说您戴着眼镜 我戴着眼镜 我就按照眼镜在国内 我觉得在中国 在我电影上的宣传好像是 我从来没想到 对对对对 来到这里才发现 这我们认为我们考的是第一级的飞行资格考试 是私人固定飞机的这个执照 我们只要按照加拿大这个体检的要求是三级 是比较对我们这种普通的这个普通的血缘 不是将来作为军事飞行的这普通的爱好者 那个来学习到三级体检 我回忆一下体检的整个过程 只要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都最抽血 还不用这么复杂 只要正常的身高体重 身份信息的入入 同时私立 私立像我这个戴眼镜来 这要矫正视力达到0.8以上 就OK了 同时戴眼镜没有问题 同时这要对色弱 像我这个如果超过年龄40倍以上 增加一个心电图 如果这方面都是OK 那加拿大这个交通部 这个效率非常高 大概两周之内 就可以把体检合格证明 把寄往学校 那是在人到这边来体检 来这边体检 要在这边体检 对 时间费用各方面都 像国内都很有竞争力 非常方便 那在学习的时候 真正开始学习 要学期是多长时间呢 学时 对 学时其实我们开始比较关心的问题 因为毕竟是像出国 类似于出国留学 时间的精力都有一定的合理的分配 根据我的体会 按照学校严格的教学大纲 加拿大交通部的各项管理 飞行安全 速度安全的一个工作职业 从正常的学习期 应该是大概五到六个月 半年的时间差不多 认真努力的话 可以拿到一个初级的飞行驾照 对 国际通用的 私人飞机驾驶照 有了这个执照 我们就可以在几乎是全世界的范围内 合法地进行购买 出力驾驶飞机 可以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 在蓝天上进行翱翔 可以描述一下这种生活美景吗 对 这个美景也是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激励的动力 因为飞行学习有很多课程 自时要去挑战 要去学习 也要去克服很多困难 但是当我想到 在不久的将来 当然有了合法的驾驶执照 拥有着丰富的安全飞行知识 驾驶这个私人飞机 或者我们也可以租赁 也可以购买 可以再按照很快速的提交飞行计划 然后就可以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 带上自己的父母爱人 在蓝天上进行翱翔 在进行旅游观光 这个空中上帝的视角 来看美好的自然风光 这是非常浪漫 浪漫生气的 是 那就是这个飞机驾照 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还有哪些 就是是你在事先没有想到的 遇到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 这里面体会还比较深的 来到兰里航校以后 就干照正常的教学课程 首先我们要学 要按照交通部的法规 要学40个小时的地面飞行理论课程 这里面包括这个航空法规 那也是我们汽车的交规 航空法规 第二部分学习内容是那个空中的导航 飞机要学会认路 不是在天上迷路了 第三还要学习这个气象知识 航空气象 要了解这个天上的这个气象情形 最终是保证飞行的安全 第四也是大家是最能希望了解的 就是就是丰富的飞行这个飞行的原理 飞行的操作 飞行的这方面的安全支持四大类 要有40个学识 同时我们还要 基本上有理论 我们还有实践 实践按照学校的教学 教学要求 要要至少满足45小时 不少于45小时的空中 那个飞行的学习时间 包括教练带着双人的带飞 包括我们个人的学员的单独驾驶飞机 要或少于45小时 最后要经过 按照交通部的行校的这个要求 参加交通部的统一考试 要其中有两个小时的那个口试 就有考官的现场的问题的奇问 还有两个小时的空中考试 如果是达到这个 教育和学习的教学要求 就可以拿到这个 非常有魅力的这个驾驶资格证 哦 实现 那我们说 就是在美国呢 坐飞机呢 你看体现美国人的现代 和这个工作的这个节奏 在飞机上都可以打手机 那么呢 在您学的这个驾照呢 就是私人飞机的这个这个驾照呢 有没有这一条 你比如开车不可以打手机啊 我们在地面上像这个打手机要罚款了 那在在天上呢 哦 对这个问题 我来了以后参加了学校的教学飞行 也发现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嗯 来了以后才发现在空中 当然空中既要操纵飞机 同时要收听这个空中的交通的通讯信息 同时脚上还有一些操纵装置 所以飞行还是比较比较手势 没有空闲的 嗯 但是如果需要紧急情况 如果我们空中的电台有一个故障 嗯 那我们可以也允许 也是合理合理的可以使用手机 嗯 进行给交通的管理部门 打开进行通话 寻求最安全的这个飞行方式 如果应急的话 也可以用带上你的iPad 嗯 用iPad丰富的功能 可以进行空中的GPS的导航 嗯 可以的航图的检查 上面有网络 嗯 因为我们学习这个 私人飞行 首先是大概是 大概一般是1500米以下的这个低空 嗯 在低空这个飞行驾驶中 经过我亲身的感受 网络信号非常好 真的 甚至可以上微信 剩余比人间还好 可以发微信 可以发展信 用iPad这些类似的这样的智能电脑 可以进行飞行航图的事实的演示 辅助你飞行 让飞行变得更安全 更科学 也更有更浪漫 嗯 那我想让您对比一下 我相信您也会开车了 嗯 对吗 嗯 开车和开飞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哦 对对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比 对 如果开车的话 原则上也首先要满足符合交通法规 飞机也一样 嗯 但是感觉到飞机的交通法规更科学 更系统化 更严密 嗯 因为飞机在天上 它如果有一些故障的话 它是没地方停的 对吧 对啊 对 对 它是很大的管理 铁面无私 嗯 也就从而保证飞机状态也时刻是安全的 嗯 我们航校的飞机 即我记忆的每架训练飞机都有上万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 嗯 实现了百分之百的这个零故障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保证 嗯 从我将对对比汽车和飞机来讲 我们搬开飞机 嗯 这个在空中的景色 是立体的 立体的 对 空 地面 空中景美嘛 看着我这些坐飞机和开飞机看到的景色 其实感觉应该是不一样 对 我们坐民航飞机的选择非常小 对 很小 对 而且飞得很高 对 基本上看云彩 对 我们这个通用航空这种私人的小飞机 各种执行任务的这种小飞机 因为飞的高度大概五千米以下 嗯 它的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自然风光 嗯 包括城市的建筑 如果你甚至看到蓝天的白银 嗯 这个感觉跟 觉得自己变成带翅膀的鸟了 对 跟坐民航 跟开机车的感觉是应该是 非常的非常的棒 是吗 对 这也是学习飞行的一个 最好的乐趣和回报